这个可以是吧 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啊 就是这边因为设备上它好像有些故障 所以耽误大家时间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开始 现在有没 可以了 不好意思 这个现场好像好多东西都不太好用 我希望我们这个演讲还能成功 先我们开始 大家好 我是张超萌来自豪云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关于网格的防日质 这样一个细节话题 所以可能问题比较细节一些 我们知道就访问日质 对我们自己做运维来说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尤其对一些七层日质 我们一般会看那个HTB code 看里面是什么500 404 503 这类东西来区分一下 我这次访问到成功还不成功 但是在那个 为了更精细地去了解一下 这次访问它的一个详细的结果 这个连接或者这个请求 在invore里面 它引入了一个叫response flag的一个东西 就是帮我们更精细地去了解 也说是连接到底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去诊断它 然后去做一些针对性的手段 但比较遗憾的是 从eSio社区和invore社区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关于这块的信息 不管是一些文档还是实践 都非常非常的少 我们周边有同事或者客户 经常有提到 就是这个东西呢 不足以支撑他们去理解这个 到底他的现往上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所以说我这里边是这次分享 就是结合我们现在客户的案例 我把原来我们出现过的所有的 大家基本上能用到的response flag 全部是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下重现了一遍 有比较详细的一个重现 然后帮助大家去参照 然后在自己的生产中间如果碰到问题 可以去参照地解决 这是我的 对 我是华尔云的那个分布入园商的架构师 从18年开始 实际上一直在负责华尔云应用服务 我们的这样一个云服务 也就主要基因那个 一所构建的一个服务 今天的演讲主要分三部分 一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 因为主要还是个实践嘛 里边有个实践环境的一个介绍 最核心的是下面这些 就是里边一些response flag的一个重现 和一个详细的解析 这是关于访问制 其实大家能看到 这从Kibana截了一个图 就是不同于那个 像我们经常用的 可观性里边的指标呀 定量链 指标这些东西 提供一个聚合的数据 访问制是它提供的 比较非常详细的 对每一次请求的一个记录 所以不管是 我们在做一个应用系统里边 我做一个应用审计 还是做一些系统用员来说 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访问制这边 大家能看到 在这边详细记录了 每次访问的什么时间呀 然后就包括的状态啊 包括那个两边的原地址 目标地址 包括一些更详细一些原数据 然后能帮助我们去定位定界 我们系统出现一些问题 当然在实际生产中 我们有时也会 包括我经常也会这么来干 比如从那边我去录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那些慢的服务 是不是包的比较大呀 或者说是不是我看一下 最近有个客户经常报 说有些5XX的问题 我是不是看一下 它是否能集中在 某一些特定的服务 甚至说特定的接口上 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业务的问题 还是一些平台的问题 类似这种 总之来说防日制 实际上在我们生产中间 如果大家用过的话 你定位一些因为的问题 或者说是一些平台的问题 应该是我现在来判断 是一个应该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这是那个防日制 一个一个 Easy防日制的一个机制 实际上从早期来说 大家防日制 都是一般是自己去编码的 就是我们写程序记录一下 我的服务 我在我接口上记录说什么时候 我访问了什么样东西 编码进去 但网格这种东西 它提供了非侵入手段 所以说它在里边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服务 两个服务员访问的时候 它能拦截到流量 就可以根据我们记录日制的 防日制的格式 我会输出一下防日制 然后从这个上面大家看 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它会把 会报那个从网格的代理 它会报到一个叫 一般叫AOS 叫Assess Log Service 一个GRPC的一个服务端 然后这个东西 再把这个日制 写到一个我们的日制存储里面去 比如说ES 或其他这种东西 或一个我们厂商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日制服务里面去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给你像那种ELK 就是那个Kibana 之类这种东西 我去检索它 但对于云厂商来说 我们一般都有自己 专门的一些监控系统 我们可能就去从里面去 对日制进行一些 非常细细的一些检索 基于我们使用 需要说的另外一点 就是EASY里面 它的防日制 实际上它所有的那个接口 都是一些 我们叫一个标准 或者说是一些 是个标准接口 实际上这里面写是对AOS 实际上你把它 输出到一个标准输出 或者写一个文件 或者写一个像 现在比较 用的也比较多的 像OpenTradingMetri 这样一个通道 或者日制系统 都是非常容易的 并且这个日制格式 也是可以动态定义 对用实用来说是非常灵活的 如果大家用过的话 对 那个背景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 只要能支撑我们今天 这个其他实践部分就好了 下面就进入我们实践部分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的一个实践环境 上可以看到的话 其实就是我把它列了一下 就是我建了一个叫 AccessLog的一个Namespace 下面创了俩服务 一个就是一个服务单 NX 就是最简单的 然后另外一个客户单的一个容器 然后其实整个的过程 就是说在客户单容器里边 保证它里边有个 镜像里边有个客命令 能让我去客他 然后我去请求 然后看一下它 访问过程中出于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把它那个 访问日制输入 然后把访问日制输入出来 我们来观察 所以整个来说的 这个环境是比较干净 纯粹的环境 避免就是说 大家说生产中间 我有一些复杂的环境 我处于一个复杂的问题 让大家去定位 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 在一个干净纯粹的环境上 我们试图把这种 我们认为复杂的一些日制 这个是那个 你可以看到 其实核心想给大家说的是 点哪个 哪个会亮 不好意思 哪个会让这笔亮 对对算不止了 就这个东西 就是说 访问日制里面 实际上记录的话 就是那个 就是这里边 我们定义的是 访问日制的一个格式 可以看到 其实我在系统里面 是没有去定义过访问日制 就是说这是那个 默认的话 它会输出一个 尤其是一层中 它输出的访问日制 就是这样的格式 这是我们那个 从一个代理论 config弹幕出来的一个东西 不用了 不用使了 谢谢 不用使了 不用使就这样 弹幕出来一个 可以看到这个日制格式 就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这个是我 我们初始的一个 我们第一个case 就是200OK 就是我 大家最期望看到的 我们系统上 我们希望我们的系统 永远是200OK 就是我做一个访问 实际上从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说 我先创了一个 就是把NX 你起的那个地方 然后从一个client容器 这边我去cut 然后呢 我去把cut的结果呢 其实cut的结果 我们输出出来看 这边输出200OK 然后接着我们去看 两边的访问日制 客户端访问日制 是上面这个这一条 然后下面的服务端访问日制 可以看到那个 我那个高亮那一部分 是它的主quest ID 可以看到属于同一次请求 在圆和目标 英镑的 outbound和英镑的这边 它各输出了一条日制 后面我们的 所有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访问 后面所有的一些 异常的访问 我们也会follow这样一个格式 也就是说 我会在 先在这个科目端访问一下 看它输出什么样 然后会有一个 详细的重现步骤 然后再看一下 两边的日制 真正输出的日制 然后最后对日制 有一个解析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种 这个日制表达的是 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咱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一般也会画一个图 表示一下这个 这个访问的一些细节 这是刚才那个 200那个日制 它的一个 在那个访问 在它的一个解析 就是说 这半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我们定义的 默认的访问日制 这个格式 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字段是比较多 我们现在 不用把它每一个都解析 重点关注这样几个吧 一个就是 Response flags 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 可以看到在200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空的 所以一般实际上是 在200的时候 正常情况 一般不会关注到它 但如果说它不空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 认为系统碰到一些麻烦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认为 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 我们基于这个东西 可以定乎我们的 我们的系统的一些问题 然后其他有些 我稍微能说一下 就是 比如有几个时间字段嘛 有一个比如duration 表示你这次 缝了一个 整个花多长时间 我们大家一般 对这个字段非常敏感 如果长的话 是我们浮慢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没法指 就是有个这个 我指到这了 这个字段反正 可能也会一般 我会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 从头语里边去到一个 x envoy upstream service time 表示说我整个那个 整个一般会表示说 我上游 那个服务本身的话 多长时间 然后经常会有用户 就是会拿着这个时间 和你一个整个duration 就对比说 整个到底是你 我的服务慢了 还是你的平台慢了 但这边有些 比较细节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主题里边 可能不一定会包含它 这个日志本身字段呢 我们大家如果熟悉 htp 协议的话 其实大部分东西 也跟它的那个名字 实际能猜到 它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就聚焦的 只有这个高亮 就像这一个字段 就是response flags 这可以看到哈 就说这就是我摘出来的一些 就是我构造出来一些 非200的那个response flags 就说如果200的时候 大家感受还比较好 实际上如果非200 到出现这些东西 如果在生产上 出现这个的话 反正我早期碰到这个问题 是感觉到非常不适的 所以今天我其实演讲的时候 我其实刚开始 我想把这个东西 标红让大家更失忆 更好一些 但是红的之后 我看着都不太舒服 我把它改成绿色了 对 所以其实involve里边 它实际上 或者easeo这些 它实际上这个代理里边 它把这样提供出来 想让大家说 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线索 让你知道一下 你系统的到底 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 所以一个初学者 甚至对一些比较资深人来说 看见这些东西 比看见503 还是让人感觉难受 就是说easeo里边 或者这下面 我贴一个链接 是involve里边 它关于这个response flag 的一个介绍 实际上就是这么多 两个表 每个里边可能 一行办的一个文字 英文的一个描述 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说即使出了问题 你把那几个 把那个15个单词 你实际摸过来摸过去看 你也讲不太能理解 它里边到底 说了些什么样的问题 对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结合 我们现在生产生 碰到的问题 这里边就是把这里边 出现所有的这个response flag 我们会不会挨描 和重现一遍 我们看一下到底 它是什么条件产产生的 表示什么含义 然后出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 出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它 OK 下面就是 我们挨个可以看一下的 第一个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生产 有没有碰到我 叫DC 就是说是 downstream connection termination 表示意思就是说 对 这个就是 以摸官网上 关于这个DC 它的所有的解释 就三个单词 下游连接 中指 那告诉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去理解 到底是 是个啥意思 它到底我应该 做什么样的动作 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这边的话 我是 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下验证它 是这样去验证的 就是说我先构造了一个服务 把这个服务呢 我是通过一些手段 让这个服务是 让它是延迟十秒 也就是这个服务呢 本身它是一个模拟一个比较慢的一个服务 然后紧接着呢 我是在客户端去客户它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里边是 就是客户端的一个 就是客户里边加了一个命令 就是客户里边加了一个命令 就是客户端的一个命令 等于一个两秒 意思就是说我客户的时候 这个服务呢 我是两秒会超时 我客户端客户的时候 两秒之后我就 就客户命令 我就超时掉了 所以看的时候 这个服务本身 因为它十秒钟才返回 我两秒 我去客户的时候 只持有两秒 那两秒之后 它里边就会爆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两千毫秒 它超时了 那这个时候客户端超时 我们会看到在那个 客户端的访问日资板 实际上就会输出这样一条 零DC的日资 大家去构造一下 这个其实是很好充现的 但是咱们环境中是怎么充现 我们有很大 在环境上出现这个零DC的时候 其实好多时候 我们是不怎么知道这个规则的 实际上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理解它的意思 构造起来其实是挺容易的 就是你只要在一个服务 它没有及时返回的时候 你给它终止掉 不管是因为超时 还是因为服务本身 客户端你去Ctrl C 或者就是这种吧 你把它这个 把这个连接给终止掉 在日资里边就会出这么个东西 对零DC说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的话 就会看到说 你不要刻意去消除零DC 因为零DC本身 客户端报这个日资 它只是说了个现象 这个现象本身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这只能说是 你服务端那个地方 它本身可能因为慢了 或什么原因 客户端不愿意去等它了 它把转给断开了 所以解决零DC的问题 我们大家如果理解这个意思的话 其实也比较好解决 你就把服务端那个 让服务端相应的快点 可能就好了 所以也挺简单的 紧接着下一个的话 就是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 一个叫UH 就是它叫No Healthy Upstream 就是说这一段就是 Involved 关于UH 它的一个全部解释 就是说是没有上游 没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后端 在我们生产中 也比较常碰到的 就是说比如说在K8S里面 实际就是你那POD全部通了呗 可能就会出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去重现它的话 其实也比较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就是构造了一下 就是这第一步 我先把把我们那个服务 把它Skirt到一个Zero 就是说是把那个Replicate改成一个零 也就是说这个服务是没有一个 这个服务本身没有NPOD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去KR它的话 可以看到在服务端里就出一个503 然后说是没有Service Unavailable 就是说这个服务是不可用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那个 看见我们自己客户端的一个日志的话 就看到里边它一般会报这个503UH 但生产中间实际上有些时候的UH环境 可能比这个要稍微多一点 但总的那个意思就这么个意思 实际上就是你客户端 客户端去访问服务端 服务端发现没有一个健康实力 能处理你的请求了 那对UH是有东西 我理解它的意思 实际上去解决它 也可能不太麻烦 就你服务端 只要碰见UH 你要干的事情 就是说去服务端里面 检查你的目标服务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把那个服务器给它处理一下 就这样 下面的话是一个叫UF UF其实是有点意思 它里边是说 它这些标记好像都很像 是吧 UF UH UC 什么UT之类这种东西 UF它意思是 upstream connection 就是说是我连接上游的时候失败了 有时候这个东西 我去连它就没连成功 我们简单字面理解 它是这么个意思 那实际上的话 在我们生产中间 就是在我的生产 我之前支撑客户的时候 我碰到是有两类这种问题 一类这个UF发生在客户端 就是从网格的术语里边讲 叫下游 下游访问上游的时候 在下游的地方出现UF 就我这张图上表示的 还有的时候是下游访问上游的时候 下游的上游里边不是也有个set card吗 那个代理 那代理在连它背后那个服务的时候 它英镑的那一段 它UF掉了 就两种东西可能会出现 这两种出现其实常见 其实上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也挺纯粹的 下游这个地方其实出现的时候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就是你这个 你出去这段流量 防上面的服务 那个服务它不通 然后那个服务端那块出的话 是说这一段是通的 但是你服务端那个set card 防服务的时候 防那个服务实力 就我们或者我们就泡在里边 那个泡在里边 那个容 一般叫KBS 那个容器的时候 它可能出了点问题 所以它会包那个 那么我们先这个例子 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最容易碰到的 或者是好理解的吧 那个客户端这块UF的问题 那个服务端的UF 可能下面有个例子里边 可能会稍待会讲到 那我们这个构造咋构造 其实也挺容易的 你就是这个服务 刚才我们不是 NX和80吗 我在服务定义者 你把那个端口给它 随便改一下 改成一个 比如我这边 改成一个888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去克尔达 就是用原来断回克尔达 那这个时候它就不通了 然后这个不通的时候呢 在我们日志里边 你就会发现 它在那个客户端日志 会包一个503UF 因为这个流量压根 就没走到服务端嘛 所以那个我们日志 我们第一个200OK的时候 我会展示什么 客户端日志是个啥 服务端日志是个啥 这个里边 因为流量就没走到服务端去 所以服务端也不会有 任何日志输出 对 那这个实际上 这个问题如果跟前面一样嘛 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原理 或者知道特点的话 你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让它通 通的话 其实像我们这种 如果你把端口搞错了 你把端口写对了 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今天重现 这个所有东西 大家会看到 其实好像挺简单 实际上生产中碰到的时候 大家经常还是 挺手毛脚乱 我这个里边 写的一个条件 是比较好重现的一个条件 但大家生产上碰到 有的时候 即使跟这个不一样 它一定是机制 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是一个 可能比那个要稍微难理解的 就是叫 URX 就是Upstream Retrie Limited Excited 从理解就是说 是我上游重视 超过了限制 对吧 实际上就是你 我在上游 我去尝试连接上游服务时 我连接超过的重视次数 这个里面的话 其实构造 我是这么来构造的 实际上就是说 我先构造一个 让我的上游服务失败 上游服务失败 那我这构造办法 就是说我把上游 在K8里边 我把服务的Target Pod 给它改成一个不对的Target 比如说我原来那个服务的话 我等Service Pod是80 Target Pod也是80 我把Target Pod改成888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去在Kota的时候呢 在Kota的时候 你会看到客户单里面 客户单这边显示会报一个 就窗口里面会报一个503 对吧 就说是 反正我就连上游服务 我连失败了呗 那为啥失败呢 你就从日志里面详细去看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把那个 从客户单日志来看到 它里边出了一条叫503URX 就示意就是说你这个服务 我在客户单代理 代替你的客户单 去访问这个服务的时候 我已经进行了若干次重视 但是它没有成功 然后在服务单日志里面看 可能可能看到一些 更有意思的现象 这里边我去摘的比较多 可以看到我摘的比较全 我摘的里边看到是出现了 34503 然后你可以看 对照一下这个 那个Xrequest ID 就是那个蓝色那个部分 可以看到这个 客户单这条 Xrequest ID 和服务单的三条 其实它都是一样的 这个现象 其实就很好说明了 就是说 我客户单发起了一次请求 在服务单它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请求 同时呢 在失败之后 它又进行了两次重视 但是因为你端口都写错了 两次重视 它一定也是失败的 那就是说三次请求 它超过了你的两次重视次数 然后它就报了 它就说 我 我重视也失败了 所以在客户单报了一个X 这个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在easy里面 大家用的时候 它默认 如果你对这个服务 没有配重视的话 它默认系统里面 会有两次重视 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 其实我没有做额外的配置 就会看到 客户单有一次请求 服务单有原始请求 加两次重视 它有三次请求 对 然后这是一个现象 另外一个现象 就我们刚刚说到 客户单U2X 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的 实际上说清楚了 那服务单UF又怎么回事 实际上这里边就是 我们从这个图上能看到 就是说 因为我把后边那个 右边的那个service 那个service那个实力 那个端口归给它写错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客户单访问的时候 就像我这图上写的 他访问一次失败 现在出左边那个代理 然后进右边那个代理 右边代理再进那个服务 右边代理访问 他的上游的时候 他也叫upstream 他访问他的upstream的时候 已经端口错了 所以他的upstream 那个时候就失败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特点不就跟 刚才我们说的 上一部那个 这个UF是完全一样的吗 差别只在于说 刚才这个UF 上游是 是左边的那个服务 当然那个服务 有可能有客户单 有可能有代理 有可能没代理 他是 那个我的代理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代理 然后他的上游是上面那个 有可能住selecab 有可能没有住selecab 这个上游服务 然后这个来说的 他的上游是我这个 服务单代理 我代理的那个服务 然后他当然 当然他也满足 那个UF失败了一个语义 所以他里面会报这个503UF 对 那这个问题出现的话 实际上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 对URX来说 你就是说我自己 已经配了一个重视 但重视多少次 我不能一直重视下去 重视失败了 那也是挺正常一个现象 那你这样不要出URX 那你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提高你服务这个成功率 对吧 就是说你不管是 有可能因为资源的 网络的 你配置的各种原因 你让服务那个 做得好一点 那个URX可能就会 也比较避免嘛 可能就会改善掉了 下面一个 这个其实是要简单一点 叫UPE 这个实际上 我相信大部分人 可能用到的 碰到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碰到的也不多 但是还是碰到我一次 我找的规律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他的一个意思就是 upstream protocol error 就是说你上游服务的协议错了 也就是说如果说 我自己服务 我开发的一个服务 是这个协议 但是你在服务 告诉网格 或者告诉你的平台的时候 你把它描述错了 那这个时候 就有可能出这种问题 我重现的时候 实际这么去 就可以把它构造出来 就是我这个服务 就跟刚才一样嘛 但是我搞了个NGES NGES这个服务 我把它的协议 写成一个GRPC 但这个协议里边 你可以写在那个 因为ESO里边 它早期里边是这个 这个协议是放在那个name上嘛 只要把那个name 就把那个协议包含进去 它就按这个东西 它识别你的协议 但你也可以把这个协议 放在那个APP protocol里面 对吧 反正就通过这个 你描述你服务的应用协议的时候 你把应用协议如果写错了 这个时候你去防御的时候 就会出这种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的话 我在这边做了这样一个修改 我把协议写成一个 故意写错的那个GRPC 这个时候你去防御的时候 你就看到在我们的那个 防御的窗口里边 它会出一个503 就502 出一个502的错误 然后involve里边 也会报这个东西 报Portual error involve代码里边报出来 这也可以不用太关注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去看那个我们的客户单日志 那客户单日志报一个502 那原因是因为服务单 它就会报一个协议错 就是因为上游服务 你那个协议写错 它会报一个503的UPE 这样的错误出来 对 这个是比较纯粹简单 那这种问题其实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机制的话 它这个 不同于前面那些U打头那些东西 这个也是U打头 不同于那些UF UH 包括后面讲的UC这种 比较麻烦的东西 它还是比较明确的 实际上大家即使没有听这种东西 实际上你猜一猜 说是Protocol 那我去找找Protocol 把Protocol给它改对了 可能大部分时候就OK了 对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叫DPE 实际上跟那个就差了一个字 叫Downstream Protocol Error 就是一个下游服务 下游协议失败 下游协议一个错误 这个时候是就是说 我们试着字面理解这个意思 就是我这个服务 是它有一个正常的协议 我正常访问它 那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客户端去访问它 你用了一个错误的协议去访问呢 可能就会出这种错误 你构造这个实际上 我构造是这么来干的 就是说我搞了一个 这个服务 还是我们刚刚在NX那个服务 然后那个客户端里面 我搞了一个Sandbox里边 它有个Tanet 命令的一个Sandbox容器在这儿 然后在Sandbox里边 我去Tanet它 其实就是通过TCP协议去连一个 LTP的一个服务端口 你这个时候从Tanet里边会看到 就Tanet那个容器里边 它出的那个错误 它会报一个400的一个错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去看你的那个访问日誌 你会看到 在服务端的访问日誌这边 服务端访问日誌这边 会寄一个400DP 就是你这个 我这个服务本身是一个 就是你客户端访问我的时候 你写一写错了 访问用了错误的 写一句访问我 我告诉你一下 然后你想 你就是要提示一下 你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访问 那下面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日誌 大家会看到 如果大家熟悉 访问日誌看到 下面这条日誌 不是一个HTP的日誌 这是一条TCP的日誌 访问日誌 就由你下面 用Tanet去访问它 那下面在那个客户端 在那个客户端输出的日誌里边 它是一个TCP格式的一个日誌 对 那总之这个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原理 其实也解决不麻烦 你服务是个啥协议 你用什么协议的客户端 去访问它就好了 你不要用着一些 不兼容的客户端达议方案 下面一个是 是那个叫NC 这个实际上 在我们那个生产中间 其实也碰到过挺多的 就是它解释过 意思说 no cluster found 就是说是没有上游的集群 没有集群 当然大家熟悉 在Easyo或网格里面 这个集群 不是我们说那 K8集群这些东西 它说的是一个 我们有时简单把它理解成 上游的一个服务 但有时也服务分组 反正就上游的目标服务 对 上游的目标 这个其实也不太严谨 就是你上游的一个 有些叫host 就上游你访问那个目标 的一个描述 它经常发生的情况 其实也挺常见的是这种 就是如果你上面 网格去你的路由里边描述 我要访问这样一个上游 但是在你网格的注册里边 你没有这样一个上游 你一方说它就会报这个错误 比较典型的呢 比较典型出现的话 就是说我们经常用Easyo 是我们会搞一种 戴森林的时候 会定义我服务的一些分组 就是我的服务 搞回头发布之类的东西 我就配一个 服务有一个V1分组 有一个V1分组 然后配些什么流量规则 什么流量发的V1分组 什么流量发的V2分组 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在这个戴森林中 配了一个分组 但是你在类似于VS这种地方 你配一个路由的时候 你跟那个东西没有匹配上 你路由里边写的那个分组 是一个没有被定义的分组 你去访问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比如我在那里边 分组我定了一个V1 但去访问的时候 这里边只有个V2 你去访问的时候 在我们去访问的时候 在这里边会报一个503 然后在我们去看 你客户端的访问日 就会看到 会出一个503NC的一个访问日 告诉你说没有找到 你路由想要的一个上游的分组 这些地方是我从config DOM出来的一个 真正在环境上的一些配置 一个是root 就是我们老说的RDS 下面是cluster 一个是root对应的cluster 可以看到这个root对应的cluster 是说我要发到V2上面去 但是我把那所有cluster给它dom出来 就N意思这个clusterdom出来 它只有两个 一个是V1的 就是有V1这个分组 一个就是不带这个分组的 那就是所有的嘛 它就在所有上面试图去 做负载进行或做论讯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没有匹配 所以出生这种问题 这属于一个典型的配置错误 所以如果出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解决到实际上就是 你在配置里边 把这个东西配对了 配一致了 就不会有问题了 跟那个NC对应的话 其实在生产中经常有出这个 叫N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反正我们客户经常至少有过 就是大家用Ease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配那些路由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那种 对那个语法不是很熟悉 然后自己配的一些东西 然后导致就是 就访问不通了 然后从实用来看 实际就是 就404嘛 然后从 如果报404 有的时候我们也有报404 大家一般会知道嘛 就是我路由里边看到什么东西 但在网格这种东西 你报404的话 其实你可能大多时候 就检查你这个路由配置 可能就差不多了 我这个配置的话 其实重现它 其实也挺容易的 像我就在 前面最那个 最基础 那个Vertus Service上面 我给它加了个 头域一个匹配 就是我要求匹配这个 当然我就要 Log Flags 这个头域 你带这个头域 然后我会把你 发到这个分组上去 但实际上 我就请求的时候 可以看到 我这里边啥也没带 对吧 Curl的时候 是一个公图图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流量就走到 走不到这个路由上 那下面我又没配一个 类似我们说 那个Casual 这个默认路由之类的东西 所以它就没有路由了 它走不到一个 找不到路由 那当然就 它就报了一个404出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去看那个 从那个 科夫单那个日志这边看 它就会报一个提示一个 在404边上 会放一个NR 提示你说 这个404的原因 是因为我没找到 一个匹配路由 那这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理解这个原理的话 解决也不难 实际上就是把路由配对了就好 因为这个路由 它是没有走到服务端去 所以你这个 服务端也不会有 任何的日志输出 对 经常实际上之前 我们有同事问过这个 就是说 NC和NR的一些 小的一个差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的疑问 就NC的时候 就是No Class Found 我们就是没有找到 上游 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 说没找到 那不应该是404吗 我们经常理解 不是404老说是 没有找到什么资源 对吧 就是那为什么 NC报503 NR报404 这个是还挺绕的 我试着回答一下 因为有人问过我 我就是用一种 简单的方法 让他们把这种人理解 大家想这么个东西 就网格里边这个服务 它这个Value Service 就一个虚拟服务 对吧 它总体描述 还是描述了一个 试图给我们 不管后边是有一个服务 还是N个服务 它试图描述 就是说我用这个描述了一个虚拟服务 一个服务 然后你去访问我 然后你看到所有这些能力 或者后面提供的资源 都是我这个服务后面提供出来的 比方简单的假设 就是把这个东西理解成一个 我们老早写的一个服务应用 或者理解成 我们老写了一个REST的API 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你Value Service时候描述的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外国服务的话 你把这个地址路由写错了 是不是相当于我在浏览器里边 地址栏里边 把路径给写错了 那出个404不是很好理解吗 对吧 但是NC那个东西就不是了 我浏览器里边地址栏 其实我写对的呀 或者REST的那个接口里 地址是写对的 写过去了 也找到 我后端那个服务也处理 只是处理的时候 他在交给他的后端的时候 那个地方报的错呀 那不就是服务器那不错吗 不就是503吗 对呀 所以这样就好理解 你要好理解一些 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这么个原理 但很多时候 这个东西经常被问到 就是说为啥 NC不404 这个地方有40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意思 我可能 稍微浅显点的例子 但实际上 这个例子其实也算严谨 下面几个实际上要容易一下 实际上 我们大家碰到的时候 一般我们也不着急 就是比如说这个DI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delayed injected 实际上这个操作是我们主动操作的 比如说网格里边大家知道 它提供一些故障注入 比如我可以注入一端延时 或注入一个错误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对网格里 我像我这种里边 我写了一个注入了一个10秒的延时 这个时候呢 注入了10秒延时 这时候你从客户端去访问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箭头画的这个地方 你就看到 我这连接发起 在那个 在那个客的时候 它像出这样一段 然后下面等那个response的时候 它在这个地方会延迟10秒钟 因为你里边就发了一个10秒的一个延迟 所以10秒钟之后 下面这个 这下面就被NG4的页面 它会把它给访问回来 那说明这个10秒延时就生效了 那这个时候你去10秒 你配了个延时的话 你去看那个防御日子 你会看到 在客户端的地方出现个200Di 告诉你说 这个请求是正常的 但是它 因为你注入了个200这个延时 所以告你个Di 那服务单来说 那是正常200 对吧 大家观察这个 另外一个细节 是观察这个 我高亮那个时间 会看到 在客户端的时候 提出这次时间花了10秒钟 1万毫秒 对吧 服务单是0毫秒 就是这个东西 实际上服务单是没有花时间 但在客户端看到 实际上花了10秒钟 这也就是我们的一手 老在鼓吹它那种 什么非侵入的 故障注入的一个效果 对吧 也比较生动的 我就在客户端 我就通过这个一个配置下去 从客户端 客户的应用程序看 我服务单目标程序 好像就只有10秒钟才能返回 实际上服务单的程序 它是0秒钟就能返回的 但是因为你注入了故障 所以它就这样错误了 对 然后跟那个类似的是一个 是一个错误的故障 就是说你除了可以注入一个延时之外 你还可以注入一个错误的状态 对吧 注入状态 比如说这里边注入一个 把那边改成一个418 注入一个418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客户端去访问的时候 就发现它会访问一个 客户端访问 就我这里边去课它的时候 就得到 你写多少 它就访问多少 对吧 所以说其实服务单这个时候 流量根本也没到服务单那去 我从日本也能看到 客户端访问一个418的FI 告诉你说客户端是你想要的 有HTB response 然后呢 因为是FI 你自己注的故障 所以提示你是FI 服务单连颜流量都没有 这也是跟刚才一样嘛 就是很巧妙的吧 服务单把客户端骗过了 就是你服务单 我想让服务单反为什么错 就服务单反为什么错 实际上服务单流量压根就没到服务单那个地方 对 但所以这个FI和DI的手机 我们不用做任何处理 因为你都是你认为你自己主动注入的一个东西 对吧 下面这个的话 UT稍微复杂一些 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它是upstream request timeout 就是说我构造这个东西也是稍微花点时间啊 这个比较综合点例子 它的意思就是我上游连接超时了 就这个东西大家经常会应该大家经常会碰到 就我去访问的时候呢 我就访问我去访问的时候 我在我的服务里边我给他配了一个超时时间 如果上游服务比较慢的时候 在这个里面就会在客户端子里边会报一个504UT出来 高次提示你说服务端超时了 我这个例子构造是有一点点 稍微比前几个东西好像稍微复杂点 做了这么个事 就是我现在就在极训中创了一个服务 给这个服务通过刚才我们搅到那个故障注入 给他注了一个多长时间 十秒钟吗 几秒钟的一个延时 然后把这个服务再通过Invest Gateway给挂出来 这个时候再通过一个service 意思就是有个service entry 去描述这个服务 就看上去描述了一个外部服务 然后给这个service entry描述了一个服务 给他再去配了一个 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名叫一个 叫一个engist external这样一个服务 给他配了一个三秒的延迟 不是三秒的一个超时 这个时候呢 因为那边那个服务们 你就是配个三秒的超时 你在这边去看它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三秒钟之后 你这个服务在客户端子会报一个timeout 这个时候在客户端子 因为它timeout 其实UT提示你说客户端超时了 对吧 客户端子这边你会看到 也报了一个504UT 告诉你说 我的一个正常客户端 防目标服务的时候 它超时了 所以它就UT了 而且超时时间就是 我们这里边配的三秒 这里边是3000毫米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另外有一次现象 就是这个里边 我刚刚说有小细节 我这个服务是挂在英文 Gateway上 Gateway上其实有一条日誌 也可以拉出来的 就是xrequest id是一样的 是属于同一个请求 我看到它这个日誌里边 会报一个0di和一个0dc 0di dc 这两个response出来 结合前面其实我讲到的 大家试试 其实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di的话也不难理解 因为这个东西 是我自己手动注入进去的 所以它就di了 对吧 我们说这个东西 di的response flag 我们不用关注 但DC就有意思 DC为什么会发生 大家突然看到里边 我这个UT发生在这个左半的proxy上 然后DC发生在 DC发生在那个ingress gateway上 原因是这个UT 我里边配了一个三秒的延迟 三秒的超时 三秒到之后 我这个下游把这个连接给断掉了 当然这个断掉 不是刚才我们的curl的时候断掉 是这个proxy它自己主动断掉了 因为配了个超时嘛 proxy断掉之后 从那个ingress gateway来看 其实就下游把这个连接中断了 那下游中断 前面我第一个例子就讲过 下游中断它会爆炸 爆DC嘛 所以就是把这个东西 大家把这个原理中理解透 这些东西看到可能就容易一些 我可能讲得得快一点了 写的有点多 然后UC这个实际上 大家生产中是经常碰到的 而且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把它放到后面 本来想多讲一点 但可能时间不一定够了 这个地方构造其实也非常麻烦 就像我们写程序 你碰到那个run time exception一样 你很难碰到 但碰到你就麻烦 就很难搞 这个我构造是这么来构造的 其实也有点费劲 就我写了这么个东西 就是还是那个enix enix后面挂了个tomcat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写了个python 写了个小脚本 就python脚本写了个啥东西 就是反正enix的时候 给你头预里边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说 我要请求这个request post这个request 是有三百 是多少 是三百个字节 但是上post的时候 我只传了个空的上去 因为这个时候 你告诉htt协议 你说我要请求一个三百的 网上传一个三百的一个字节 三百字节一个包的 但是一直没传上去 那最终效果就是 这个连接一直不断嘛 对吧 一直它在试图等你 服务单的enix 一直等你去网上传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触发了enix enix默认有60秒的一个超时 这时候就触发enix 它的一个超时 enix超时之后呢 在服务单enix就把这个连接给断掉了 就这样图上 类似的 就是service那地方 它就是enix 它被它断掉之后 那就是说服务单 就是上游 它连接中断了 这个时候你从上游的日志里边去看 它就报这个503UC 就是这个 然后从那个enix 自己日志里边看 它报这个408 但如果熟义408的 其实也会理解到 其实就是说enix告诉你说 你这个服务一直不返回 我不等它了 出408 对 所以enix的原因 实际上它在生产中 出现的原因是挺多的 但总体就像它那边描述的 就是上游服务它断掉了 但断掉的原因各种各样 你把它掐了它就断了 我这里边是构造了一个超时 让它断了 对吧 那这个UC实际上 因为出的原因比较多 其实解决的时候 可能也比较费劲 在生产中 我们比较建议的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给它配个超时就好了 就跟我们自己写程序 碰那个run time with seven 你把它开始掉 再来一次 或什么样 可能大部分人就好了 对吧 你不要那个 当然有些时候 如果比较明确 你也可以试图去解决它 后面有两个 我开始过一下 两个的话 实际上 就是一个 这实际上 也就是一个 一个提示 就是说你自己 如果你服务配了一个 配了一个 配了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线流的话 实际上 在你的那个防日 可能就会出什么些东西 实际上 那个重现也比较简单 就像我在里边 我配了一个 通过involve filter 写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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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配了一个线流 给这个服务 配了一个60毫秒 十次这个线流 你知道抄了之后 刚开始报200 后备乘429 但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线流 我配在服务端 看到 配在英镑的上面 所以服务端出449 然后客户端时候 服务端449 客户端一访问 当然也就449 那如果把这个线流 我配在服务端 客户端上的话 其实就配那outbound上的话 你会看到 刚开始的时候是200 然后客户端429 那429之后 客户端直接把流量 给掐掉了 流量就不到服务端 服务端 跟刚才那个比较 服务端没有那条 把429的记录出来 好 这个其实要花些时间的 我们就把它挑过好了 实际这个东西 如果要讲的话 可以再讲一节的 因为就是说 我这节其实主题 就像是说Response Flag 它本身 我们重现完之后 告诉大家这个东西 它的一些现象 然后原因 实际上我想顺带讲一下 这个防御日识之边 它一些重要的时间 这个时间其实帮我们去诊断 客户挑战 我们说它服务不慢 你自己慢了 这个原因 这个东西解析其他内容还挺多的 我们要么 我们就参照到这好了 大家有兴趣回头看一下 然后需要的话 以后看有记录 我们再讲一下 好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这放一个小文章 就是我们原来写过的本书 大家有兴趣 今天讲到 有些没讲到的在那里面 好 接受 谢谢 对 大家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还有时间吗 还有时间吗 我想问一下 关于那个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URX那一眼 你应该发现那一眼 哪个 URX OK 我会回过去 对 你请问 这是 那个圆圈3 是从client side proxy看到的log 对 是 圆圈4是server side 对 也就是说 server side看到 三个UF 就是你 因为我们里边 你如果不配重视的话 一随着默认会有两次重视 对吧 因为我服务 上游那个 他有的炮头 给他故意写错了 你就是防人不通 防人不通 你自己 从我们这地方 其实我就刻了一次 对吧 我就是截了个图 刻了一次 在客户单看到 是个503 但是服务单 看到503 实际上 这个 这个proxy 代替你这个服务 就默认 做了三次请求 就算画的 三次请求 全部都失败了 在服务单看到 会三次失败 比如说那client side 不会看到其他的代码 只会看到一个URX 对吧 你重说一下 client side 不会看到其他的任何flag 只会看到一个URX 对 我这个日志 接的 我所有的这个 我材料接的 都是上下 我接的会非常全的 没有就是没有 不是我没接到 对对对 他就是没有 他就客户单只有一次 客户单只会记一次 服务单的话 因为客户单自动 帮你发起两次重视 对吧 但服务单来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 到底是客户单发起的重视 还是用户发起的重视 用户自己本身的一个重视 一个一个请求 所以服务单它会有三次 对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我看那个图的时候 我想那三个红叉 应该画在那个 右边那个 那个框框以内 那样就更清楚了 画在 画在那个从 从server side proxy 到那个上面那个service 那有三个红叉 然后从两个proxy之间 只有一个红叉 其实不对 我觉得修行画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重视是在 因为那地方会误导别人 就是说这个重视 到底是这个代理发起来 那个代理发起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重视是 左搬来这个代理发起 不是右搬来那个代理发起 它重视发生在 发生在客户端 哦 行啊 明白了 对 对 谢谢 他重视发生的客户端 这是 这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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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原理吧 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 就在上网上翻那个 UF和UH是什么区别 就什么时候会出现 UF 他俩不是唯一的一种 互斥的一种情况吗 从构造的时候来说的 UH出现到 其实就是说你这个上游里面 没有健康的实力 就这个实力就是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生产中出现 大部分也就是这种 就你没有实力能连上了 UF到就是你连接的时候 因为你有实力在 但是我连的时候连失败掉了 他就会出UF 你意思就是他 他UH那个健康检查 就没有探测出来这种情况 什么意思 就正常来说 他如果不健康的话 他不就不应该去连了 他什么情况下会 认为他正常 然后又去发起请求 然后又连不上 你去 这个东西发起请求 不是我们自己发起的吗 就他本身不见 本身连不上 你去连他 他就UF了 那他UH内部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怎么去探测 他是不是健康的 就是你说UH内部 是谁这么做的 对 就英文还是谁去检测 检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 那就是说他里边的是这个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UH的时候 他是怎么把这个爆出来 是吧 就是里边的话 如果没有健康实料 我们用到看到 看到那个现象实现 就是这样子 你访问时候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 你去把那个 involveconfig DOM出来看的话 就是卡斯下边 如果没有npon 他就会爆这个东西 就是有没有1.s 好明白明白 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特点 但可能还有一些外言其他特点 如果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但其实主要是就这个 还有提问的吗 好的有没有问题 好的那我们有请下一位讲师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前面有些言误 不好意思 我们有些耽误了 可以 我会放到 我现在没放上去 回头会放到那个session下面 大家可以下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